大家好,这是种在轮胎里面的第二茶莴笋 这些莴笋是在一个月前种下去的 点击现在屏幕的右上方,你可以看到当时栽种的视频 这个轮胎里面是油麦菜 它的叶子边缘成锯齿状 当时移载到轮胎里的菜苗比较密 因为当时花盆都被第一茶莴笋占满 又还没有到收获的季节 所以只有委屈他们暂时在这里挤一下 现在我就来做建苗移栽的工作 建苗就是当菜苗长到一定的时候 我们要对它生长空间进行管理 要把很紧密的菜苗拔出来一些 以保障留存的菜苗能有一个宽松的生长环境 我今天要把建出来的苗种到准备好的木箱里 所以建苗的时候要注意保留好根须 这种面积的轮胎 6到8颗窝笋比较合适 现在有10多颗 所以要取出来的苗不少 在圆形的栽种容器内 例如轮胎圆形花盆等 最中心的位置不要种 因为很快就被周围的叶子挡住了它的阳光 很多人都有误区 认为从中间种是最好的位置 在菜苗的摄取方面 以拿掉弱的 因为移栽时候 对幼苗就是一次损害 把长得好的留在原地差一点的移走 长得好的不存在 再去适应新的环境 而弱一点的苗 如果在移栽过程中没有存活 对收获的损失也不大 当几颗都挨得很紧的时候 就找到和周围联系最紧密的那一颗 取出来后就有让周围的苗都能宽松的感觉 这个里面的苗取得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取第二个轮胎的苗 这几颗完全长到一起的苗 在土里分不开了 如果不考虑移栽 可以掐断不要的苗 但是因为我要移栽 所以连根把它们一起取出来 轻柔的分开各自的根须后 栽一颗回去 这样的操作可以保全所有的苗 现在这些菜都长得有点大了 从移栽角度讲有点偏晚 因为体积越大 它们适应新的环境能力就比较差 但是我还是比较有信心 让它们都能存活 因为做到细形操作 精心护理 它们肯定还是能长大 要仔细检查了 很多苗靠在一起容易漏掉 再仔细检查了一遍 没有遗漏了 两个轮胎窝笋 见苗都差不多了 取出来这么多苗 现在就把这些苗摘种到准备好的木箱里 这些土虽然很湿 摘种非常容易 每个木箱只能种上三颗 不然太密 前面是个大的圆形花盆 可以种三颗 摘种完毕 最后一个环节 浇水 虽然土壤是湿的 但是种进去了 还要浇一次透水 这样菜的根须 会被打湿的泥土完全包裹 很快就会恢复吸收 胡郎里面营养成分的功能 好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点赞 点击小铃铛 你可以看到川姐种菜的最新进展 今后一会有个人出品 一定会参戏 你不是说 有这么多的 但都抽到 请订阅点赞 不然 好 这些叫做